老板娘对她特别的好 还要把女儿嫁给她呢 这两年我没少给她操心 就差跑到人民公园去举个牌子了 可是挑来拣去呢 我发现还真没几个小姑娘 能配得上我们家安明的 要么是有家事没有财贸 要么是有财贸没有家事 家事财贸双全的 到现在我只发现了一个人 黄叔叔 我咬咬 来来来 那个苏小姐给你介绍一下 苏小姐 好久不见 是啊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认识谁啊 我问他太好了 太好了 最近你爸爸忙吗 本来想去拜访他 我就怕耽误他的功夫 他一直都那么忙 不过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 前天他还提到你们 说改天请你们到家里再去吃饭 等着时间啊 一定去陪他好好喝两杯 我一定整的 最近忙什么呢 我没忙什么 想去法国玩两天 你去尝一尝 这儿是特色菜 我有一个朋友在法国买了一个红酒庄 法国 去一趟一起啊 嗯 咱们一起去吧 哦 不了 我还要上班呢 要工作也要生活 工作是忙不完的 我还得赚房租呢 要不然回来就没地儿住了 苏小姐 干嘛那么辛苦呢 找个男朋友 你没有男朋友吗 你对身高 年龄 长相 这些方面有什么要求 没要求 就一条 能让我少奋斗一百年呢 真的 我认识一个姓初的 祖籍凤阳 祖先放过牛当过和尚 你们进去认识一下 嗯 让你少奋斗六百年 哟 不好意思啊 那个 公司要我回去加班 我就不吃了 你们慢慢吃 慢慢聊啊 那我 我来送送 来 送送送 哎 你 你 你坐下 我去送 平时老麻烦人家 不能用人的时候脸朝前 不用人的时候脸朝后 我们家不是这样的人 你陪人家好好地聊一聊 你们聊 你们慢慢聊啊 我去送 哎 素小 素小 快 素小 快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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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黄总 哎 别再演了 今天是 黄叔叔跟我打电话 说请我吃饭 正好 我也想为上次的事 当面跟你道个歉才来的 我 我不知道苏晓鞋也在 不然我就不来了 我舅舅这样 想一出是一出 你别介意了 是你介意吧 我只是不想把感情跟工作 搅在一起 你不是怕感情和工作 搅在一起 是生怕 别人说你靠我 靠我爸爸 难道我愿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吗 难道我愿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吗 难道贺生力的女儿不配拥有真爱 我也先走了 你慢慢吃 你怎么让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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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费这么大的劲把人给你约来 全被你搞砸了 脑子坏掉了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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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 他 没打